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笑话 有一对同龄的夫妻 一起庆祝自己六十岁的生日 他们刚刚要Happy Birthday的时候 天使出现了 天使来了 天使说 我祝福你们六十岁的生日 你们许愿吧 我一定满足足足足足 这个时候六十岁的妻子说 哎呀天使啊 我好感恩你啊 我好想环游世界 天使说成全你啊 当一下 妻子手上多了一张 环游世界的飞机票 这个时候天使转过来 问六十岁的丈夫说 你呢 你许什么愿呢 这个时候 这个丈夫非常的激动 就问天使说 你真的能成全我吗 天使说 从不反悔 丈夫高兴的 向天使说 我希望你能够 我天使 我希望我能够和一个 比我小三十岁的女人结婚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天使说 成全你 当 他的丈夫 一下子变成九十岁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贪心 贪心 只会伤害自己 我们要让自己 生命的每一天 都做一个善良的自己 一个慈悲的自己 一个生命 超脱 凡人的自己 人间的生活 一定有烦恼 记住了 我们的烦恼 就像乌云一样 暂时可以看不到光明 但是 它一定会过去的 所以 迎接光明 那是人的本性 今天 我们所有在座的佛友们 不管你身体 工作 学习 家庭 有什么困难 坚持 你一定会走出困境的